歡迎收看金融麥克頓的節目 今天在選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今天指數稍微有點壓回 今天是開品高之後 指數在中場的時候拉回 看到今天指數在9點多拉回之後 就一直維持在低檔這邊震盪 收盤是跌了47點 在9667點著收 成交量也稍微小一點點 因為是選前最後一個交易日 所以765億的成交量稍微小一點點 最主要大家很多人在等選舉 當然今天應該是很熱鬧的一個晚上 明天很多人大家記得要去投票 因為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這次的投票因為還有公投 所以大家記得 明天該投票都要去投票 然後投票回來之後 下禮拜就好好一起來賺錢 其實我想明天投票應該是大家都可以非常開心的去投 因為這個禮拜反正你該賺的也賺到 所以選前一直跟大家強調 其實這樣是真的很好 對不對 因為你跟我一起做的人我想你都可以很輕鬆的去投票 對有進有出 有買有賣 每個禮拜都可以賺 而且是賺在口袋 對不對 你都賺在口袋裡 你當然就很輕鬆的明天就開開心心的去投票囉 因為呢 反正每個禮拜是有進有出啦 有買有賣 那所以股票 你的股票不會變多 但是你錢變多 因為你是每個禮拜賺錢 然後賺在口袋 對不對 這個效果其實是差很多 效果差很多的 所以我才說 有買有賣是最好 真的有很多人他不見得是怎麼做 就會帶你買到一手的股票 那買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股票 把你錢會變少 那其實我們投資也不是 你不是一定要買到各型各色一大堆的股票嘛 你本來就應該要集中火力 然後對不對 然後有買有賣啊 發動的時候買嘛 相對高檔出嘛 出了後快下一檔嘛 然後下一檔一樣嘛 對不對 發動之前呢 就把它買好嘛 然後一買就上去嘛 上去以後噴出去嘛 噴出去之後創新高嘛 創新高以後你就很輕鬆的放在口袋裡啦 然後獲利又入袋了嘛 那有進有出 對你股票也不會多 因為你是一檔皆一檔啊 而且資金也不用多嘛 所以我常說 真的是你只要準備 一百萬就夠了 真的一百萬就夠了 我會舉這個例子是因為 真的很多朋友進來他就是一百萬 他真的就一百萬來做 那所以我才會長得這麼直接啊 因為真的很多人這樣啊 他們就一百萬來做 他覺得做得很輕鬆啊 就完全沒有壓力嘛 而且那一百萬還是有進有出喔 然後還賺放口袋 所以我說你資金不一定要很大 你可以用一百萬來吃 那你用一百萬來吃你就知道 對有進有出 那到今天尾盤指數拉回震盪嘛 那就更清楚啦 是不是有進有出多好 有進有出多好 有買有賣多好 賺放口袋多好 對不對 你有跟著我一起這樣做的人 你不只買得漂亮 而且賣得漂亮 放在口袋裡更漂亮 對不對 這個週末開開心心投票 投完票回來之後 就可以開心的去吃飯 對不對 不管你是跟朋友吃飯也好 有跟家人吃飯也好 反正你這個禮拜有賺在口袋裡面 就可以輕鬆的嘛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每個禮拜賺錢 然後賺在口袋裡 對不對 有進有出 有買有買 所以這個其實是效果會非常大喔 這效果會非常大喔 這個有進有出多好啊 不要止進不出嘛 對不對 也不要買了一大堆的股票 對不對 你就是賺錢賺錢 對不對 買了之後上去 上最高檔出一趟 出一趟後 你把最好賺的賺在口袋裡 然後再換下一檔 有進有出喔 這樣最好 那當然很多人是做不到 所以我才跟你說要趕快 因為那個效應是差非常多喔 我剛剛講一百萬是因為 是真的很多人是用一百萬來做 很多朋友他就是 選錢的時候他想說 不一定要買到這麼大 所以很多朋友來的時候他就是說 他是說我準備一百萬資金 用一百萬來做 他就是說一百萬我要一檔接一檔做 不要買到一大堆股票喔 那不要買了一大堆喔 一開始就一檔接一檔 對不對 賺了以後 再換下一檔股票 所以我才會跟你說一百萬 是因為真的很多人 很多新來的朋友 他就剩一百萬 對不對 一百萬的話 那麼你大概買十張嘛 對不對 一百零五塊 那當然差一點點喔 所以有些人買九張 有的買十張 那你不管買九張還是十張 你就是買在發動的時候嘛 對不對 你買在七張點 對 買在七張點 賣相對高點 對 獲利出 然後鑽在口袋裡面 那你股票沒有變多 對 你股票就出掉了 然後你錢變多 你的一百零五 你的一百零五萬買得 變成一百二十六萬 這樣是不是差二十一萬 所以 為什麼 我覺得這些朋友也很聰明啊 很多人他很喜歡這樣子 他說我不要買到一大堆的股票 放個天長地久 他不需要這樣子啊 他只想要就是 每個禮拜都有賺錢 每個禮拜都賺錢 那他也不要拿到很多資金 就一百萬就夠了 有一百萬來試你就知道嘛 對 有進有出 對 有買有賣 買在別人不知道的時候 正要起漲的時候 買了以後就上去啦 上去以後往上 再來就亮燈找定 然後再來移路上 其實也真沒幾天了 真的沒有花幾天了 然後上去以後一路創新高 然後高檔出一趟 對不對 有進有出 對 有買有賣 那賣了以後你錢就變多了 因為你賺錢入貸嘛 但是你股票是沒有變多的喔 對不對 你又變成一堆現金嘛 變成一堆現金之後 你再來又可以繼續賺錢 所以我才說有買有賣有進有出 那個效果絕對超過你想像 效果不只是超過你想像 而且你會超輕鬆 對啊 你會覺得超輕鬆的啊 會覺得很容易賺錢 對不對 一百零五到一百十六 這就一個禮拜嘛 那一個禮拜 當然你買十張的話 一共花了一百零五萬 那可以賺二十一萬 那你算少一點點好了啦 給你算買高一點賣低一點 有的朋友會慢一點點嘛 有些人動作比較慢 那你就算慢一點沒關係嘛 你就算不是賺二十一萬 你賺二十萬也好 十九萬也好 十八萬也好 其實你都一樣可以隨便大賺 而且是賺在口袋裡 獲利放口袋啊 所以我說有進有出 真的會遠遠超過你的想像 真的是這樣子啊 不然其實你看最近 我不知道你賺多少錢啊 我不知道你賺多少錢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賺錢啊 因為很多人就是 買了一大堆的股票之後 這個也好那個也好 然後就買了一大堆 那沒有節奏可言啊 買了一大堆股票啊 然後到最後 今天回來看 到底賺了多少錢呢 那很多人就是 上上下下而已嘛 就沒有賺到錢啊 那這個就沒有節奏可言啊 這哪裡會叫厲害 對不對 那個完全沒有節奏可言啊 也沒有賺到什麼錢啊 真的賺到錢的就是 你根本不用買到很多檔啊 誰說要買到一大堆 對不對 你買進了之後再來就上去嘛 你就直接賺短線上面 正要噴出的那一段 就是最好賺的那一段 賺完以後相對高檔你出一趟 對不對 獲利放口袋 獲利放口袋錢變多了 下一檔就賺更多 對不對這個才叫做厲害嘛 這個才叫強啊 要不然測飛鏢買了一大堆的股票 那樣買那個是很好買啊 但是你不見得會真賺嘛 不然到今天禮拜五的時候 你看一下嘛 這個禮拜你賺多少錢 賺在口袋裡的有多少 賺在口袋裡有多少 簡單講就是說 你存折裡面增加了多少嘛 對你不值增加多少錢啊 你不值一面的餘額變多少啊 有沒有變得更多 那有進有出就很好啊 來看這個禮拜喔 來 等待這個禮拜喔 那是不是應該說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是不是也是有進有出 所以我說 你就應該這麼做嘛 買的時候這時候是沒有人知道喔 有沒有那時候也沒噴出嘛 噴出以後再來講就沒有意思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沒有噴出的時候啊 那我就跟你說 16塊2毛錢3毛錢4毛錢 那每個人有的人快一點 有的人慢一點 那也沒關係啊 因為你不管是2毛錢3毛錢4毛錢 反正你在這裡買 你後面就是賺錢嘛 有沒有 再來就往上了 好 準備要噴出喔 我帶你買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沒有很多人知道 那那個時候有很多人很納悶 因為那時候他又沒漲停 對不對 也沒有很多人講嘛 那我說那裡要發動嘛 對不對 正準備要開始漲 因為那時候題材沒有發酵嘛 對不對 大家也不知道啊 那你不用很多資金 你100萬就好 對 100萬就夠啦 那一張大概16塊多嘛 16塊2毛錢的3毛錢的4毛錢的都有 不管你是幾毛錢 你100萬的話 你大概可以買60張嘛 對不對 一張1萬6嘛 你大概買60張嘛 那你買60張的話呢 你一樣可以賺哪錢啊 對不對 16塊3毛錢附近 買了以後上去 那再來就開始往上囉 就開始一路上喔 過兩天以後就噴出去了喔 是不是就往上噴出了 有沒有過兩天以後 就開始往上面噴出 然後就漲停吧 對 然後亮燈漲停 那漲停鎖住 對不對 漲停鎖住 到18塊多 然後再來持續創新稿 20塊3毛錢 20塊3毛錢 我帶你做什麼 我帶你下去追嗎 很多人是看到轉牆的時候 這裡下去買啊 那個就錯了嘛 我帶你買 不是在這裡帶你買 我是帶你買在前面 來 我們16塊3毛錢 帶大家買 20塊3毛錢 創新高大賺出場 對不對 20塊3毛 再創新高 輕輕鬆大賺出場 那這樣就4塊錢喔 這樣就4塊錢啦 我剛剛是不是算給你看 為什麼我會取100萬的 其實真的很多人用100萬來試 真的很多人用100萬來試喔 他們不是說只有100萬耶 但他是說用100萬來做這種 每個禮拜都可以賺錢 有進有出的感覺 他用100萬來試 是因為真的很多人是這樣 所以我才會用100萬啊 要不然我幹嘛不講兩三百 就是因為真的100萬的很多 他們的資金不只100 但就100萬來做 用100萬來做這個 有進有出 每個禮拜賺錢的 對不對 買在起漲點 相對高大就出一趟 對不對 出一趟以後賺放口袋 對不對 獲利入袋 那你看我剛剛說你100萬的話 一張一萬六嘛 那你是不是買60張 60張的話多少錢 是不是九十幾萬 那你60張的話是不是 對賺4塊錢嘛 所以10張是不是賺4萬 60張是不是賺24萬嘛 對不對 60張可以賺24萬嘛 就是你100萬可以賺24萬 其實你用不到100萬 因為一張是6塊多 你大概還剩一點零頭 你用不到100萬的 100萬還有找 但是你就可以直接買60張以後 就直接大賺24萬 而且這24萬 不是放在黑板上好看的 不是放在那裡上上下下的 不是在那裡之後 後來你又看到 這兩天又拉回了 不是擺在那裡上上下下的 是創新高的時候大賺出場 過利放在國開 所以有進有出是絕對超過你的想像 絕對超過你的想像 那效應是絕對比你想像的好很多啦 這很多人沒有試過你不知道 因為大部分的人帶你買股票都是 就是就買了很多嘛 是不是就買了一大堆 是不是就買了一大堆的股票 對不對 一大堆種類嘛 所以第一個你又不能買多 然後再來又很奔戰嘛 然後又沒有高檔出嘛 那我說你只要準備100萬資金 你試試看這樣的感覺 對不對 在要發動的時候你跟我一起買好 然後短線馬上就要漲的 然後噴上去以後創新高 創新高之後你賺一段之後獲利出 這都一個禮拜以內喔 這都在一個禮拜以內喔 都可以直接賺錢 所以我說其實那感覺是很好的嘛 有金有數是很好啦 所以你如果還沒有試過的話呢 你就記得喔 這個是真的會讓你每個禮拜都可以賺 有沒有 那星星賺錢放口袋裡面 那還不只是這樣嗎 對不對 你看是不是一檔接一檔賺錢 一檔一檔賺 賺完一檔再一檔 賺完一檔再一檔 而且每一個都是起張點 都是八棟點 然後都賣相對高點 都有進有出 都有買有賣 都賺放口袋 所以這感覺就很好嘛 你當然要試這種嘛 你當然要試試看呢 因為100萬的資金 就像我剛剛講的啊 我們很多朋友是因為真的 他就是用100萬來買 所以我才會跟你說你100萬 我才會用100萬的例子來跟你講 是因為真的很多人就100萬 所以我就很直接這樣講 那這些人他不是只有100萬喔 他好幾百萬喔 但是他就說他用100萬來做這種看看 對不對 因為他覺得這樣很棒啊 對不對 這樣的話你每個禮拜有進有出 賺在口袋裡面 你就獲利入袋嘛 你賺到最好賺的那一段 你高檔先出一趟 他後面震盪一下難免 那這跟你就無關啊 震盪一下跟你又沒有關係 你已經高檔獲利出嘛 那這樣是不是很好 我們操作就是這樣啊 這就是節奏嘛 對 進出的節奏嘛 買了以後相對高檔出 對 有進有出 有進有出 一檔接一檔 你都可以直接轉 來星星上禮拜五獲利出場 對 相對高檔出嘛 那天出的時候還真的是最高點齁 短線的高點啦 那後來就開始震盪了嘛 對不對 這兩天都震盪嘛 但是你看看其實 他震盪跟你有無關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跟我一起的話 你是上禮拜五對不對 20.3創新高的時候 就已經獲利出了 全部都放口袋裡 你100萬下去買的 你已經放24萬在口袋 他後面震盪跟你有什麼關係 就跟你沒有關係啊 而且你也不是一定要 你也不是一定要在那裡等他震盪嘛 你還有別的馬上可以賺錢啊 那為什麼不一檔接檔 對不對 當然一檔接檔啊 來 禮拜一的時候 我跟你說要準備好 因為很多人前面沒有賺到星星 有些人來不及的 或是慢一拍的 或者是上禮拜還在考慮的 等等之類的 那所以我禮拜一的時候跟你說 這個禮拜的你要頓好 一樣可以馬上賺錢 你不一定要在那個前面已經賺到的 然後震盪的股票 那個你跟著我的節奏 有賣有賣就好 對 一檔接一檔 好 那我禮拜一跟你預告之後 禮拜二 你就可以直接賺錢了 你就可以直接賺錢了 你就可以先買先賺 有嗎 早上94塊95塊附近 你都可以先買先賺 算你96塊也可以啦 反正你都一樣可以賺 對不對 因為你就是 明明就是先買先賺漲停嘛 那就真亮燈漲停啊 這漲停又不是亂畫的 那個本來就漲停啊 本來就是你買了之後先買先賺 買了以後就上去 上去以後漲停 漲停以後鎖住 這個就是事實嘛 那你是不是先買先賣 你是不是先買先賺 是不是馬上就賺錢 你當天就直接先買先賺 而且一檔接一檔 因為前面賺了清新之後 錢就變多了嘛 那錢變多其實我也不是說 你100萬變成124萬之後 你要用124萬買 其實你也不用嘛 你大可以把賺的錢 就拿去花掉嘛 你還是100萬來做嘛 你還是可以這樣子啊 那你100萬你可以很輕鬆的 95塊附近 你可以輕輕鬆鬆的買個10張 10張95萬 還用不到500萬 還用不到你的100萬啊 對不到100萬啊 但是你95塊附近 有沒有你買了之後 然後上去 對不對 往上 對開始往上 對往上噴出 然後亮燈漲停 然後漲停鎖住 是不是你馬上就限賺 那你不只限賺呢 來我們一樣獲利放在口袋裡面 隔天106塊再創新高 創新高 又是輕輕鬆鬆的獲利放口袋 獲利放在口袋裡 你怎麼樣都是賺 你怎麼樣都是賺錢的 你買94也好 95也好 95也好 96也好 你都一樣賺錢 你沒有賣在高點 你稍微動作慢一點點也沒關係 104 105 你一樣大賺 你怎麼賣你都是賺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是賺在口袋 你是賺放口袋裡面 10張11萬 對不對 10張11萬 那我剛剛說 有的人賣一點嗎 那算10萬就好 算10張10萬就好 那10張是不是 剛剛說100萬就買多多找 所以你看看100萬的效應 其實是不是很大 有沒有 從一開始的時候 保瑞你可以怎麼賺 對不對 你大概100萬左右 對不對 加一點點 那算你買9張就好了 9張就完全不會超過100萬 那你一樣可以賺18萬 然後再來信心呢 信心你可以買60張 60張90幾萬 60張可以賺24萬 然後賺放口袋裡 賺放口袋裡之後再來呢 對不對精銳一樣嘛 你買10張95萬嘛 對不對 給你不要賣到最高點 打一點點折 你怎麼樣也10萬 你10萬一樣放在口袋裡面 全部都獲利入貸耶 所以我才說 這個效應絕對會遠遠超過你的想像嘛 有進有出 對有買有賣 那每個禮拜就可以賺錢 每個禮拜都可以賺錢 而且都賺在口袋裡面 所以呢 這個禮拜你看 一樣是有進有出 有進有出 有進有出多好 都賺在口袋裡 大家都賺到了 所以 既然都賺到了 你看 你就很開心的去投票吧 那投完票之後回來 下禮拜繼續賺 那下禮拜一樣 我們既然是有進有出 現在就滿手現金 對不對 現在就滿手現金啊 那滿手現金你還沒有跟上來的 下禮拜剛好 所以呢 都幫你準備好了 還沒有跟上了 記得一定要把握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來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商店 非凡抢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再次回到下午餐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呢 你现在看我讲的话 应该会觉得蛮有感觉的 那我也不是跟你讲一天 其实我一直跟你说 你不用准备很多资金 那我会举一百万的例子 是因为真的很多朋友来 他真的就是一百万 他说我就是拿一百万来做这个 可以每个礼拜都赚钱的 那我不要说股票报个天长地久 放个很久很久之类的 反正呢 就是有进有出 有进有出 那很多人没有试过的 他说我先准备一百万来试 所以我才会跟你用一百万做例子 是因为一百万的人真的很多 所以我那个不记得都很难 想要忘记都很难 因为一大堆人都这样子 所以我就很清楚跟你说 你用一百万来试试看 跟大家一样 因为这样效果其实是非常强 而且你应该会越来越有感觉的 那今天尾盘指数是拉回 但是你如果照我讲的方式 有进有出有买有卖 你都已经放在口袋了 对不对 你如果照我讲的 有进有出有买有卖的话 你都已经放在口袋里了 而且你每个礼拜都赚钱 你每个礼拜都可以赚 而且赚在口袋 好 那么 这个礼拜选举嘛 下礼拜选举就结束了 就选完了 那选完了以后呢 那你就要特别的把握了 因为选完之后 重点就要回到你自己的钱了嘛 就要回到你的荷包嘛 对不对 选完之后当然是 拼自己的经济咯 当然是这样子嘛 而且本来现在就已经 11月底咯 那接下来到12月份 本来就是每一年最好赚的时候 每一年都是这样嘛 对 每一年到12月的时候呢 有作造行情啦 然后有作梦行情啦 那又是财报空窗期啦 所以现在已经11月底了 那接下来马上到12月份 又刚好是最好赚的时候 那如果你前面还没有跟上 选后真的就 真的就不要想太多 反正就先赚再说了 所以选后我先帮你准备一档 你可以用那一档来跟上 周周可以赚的 周周可以赚的这个活动 好 所以选后我就先带你一档了 让你下个礼拜就开始 周周赚 好 那前面你如果没有赚到的 没关系啦 如果你前面呢 你因为在场选举啦 你因为考虑很多啦 如果前面的话呢 你都没有跟上 或者呢前面你自己在操作的 或你老师带你操作的 有机没有出 有买没有卖等等之类的 那些都没有关系 反正呢下礼拜呢 下周开始选后 我先带你做一档 那那一档呢 就是让你直接可以开始 做做转 每个礼拜都可以转 好 所以呢 记得要把握了 那我再想第二次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效应是蛮好的 因为真的是很多人 他参加之后他就 他真的是很好玩 他真的就最喜欢这种 大家说这个好 因为这个是有买有卖嘛 对 有进有出啊 而且我们赚都不是赚那个什么 一趴两趴耶 都赚还蛮多的耶 然后都是一个礼拜以内 真的都一个礼拜以内 然后都赚到那种 真的还不错的数字 然后获利放口袋 所以有的朋友他是 本来资金很大的 他就说一百万来试 那后来有的人就想说 后面想要把它变成两百三百 那那个 其实反正有赚到的人的话 你就跟上就对了啦 那我比较关心的是 你还没有赚到的 或者你还没有开始试过 这种周周赚的 有进有出 有买有卖的 买在起长点 然后卖在创新高相对高点 你没有试过这种方式的人 你就把握下礼拜的吧 下礼拜因为我们是有进有出嘛 所以现在根本就满手现金 所以下礼拜这档 你就记得跟上来 因为这就是让你开始 周周赚的 真周赚的开始 等于你前面没有试过这种 你等于从下礼拜开始 从这档来开始 就让你开始周周赚 那我相信你有试过的话 你可能也会跟他们一样 到最后就是说 我一百可以增加 我用两百来好了 不然我用三百来好了 反正有进有出啊 有进有出多好 有进有出很好赚 所以还没有跟上去的 要把握了 那么下礼拜这档 那先讲一下 那因为是低价股 所以我想一百万是绰绰有余 其实再少一点也可以 因为它是低价股 那加上又是新的题材 所以你还没有跟上 记得一定要赶快 因为选后到年底这段时间 本来年底就最好赚了嘛 那低价又有梦 或低价又有转期的那个更好赚 因为这个就等于是 又接到年底的做梦行情了 因为股价又低 那低价股又最活泼 所以下礼拜你可以用 这一档股票开始 那你打电话来呢 我就带你先赚 那带你先赚的意思是 让你从这里开始 就直接跟上周周赚 跟上周周赚你就会知道 有进有出 每个礼拜都可以赚 那自然是最好不过啦 本来就最好不过啊 赚在口袋里的钱最好 再多的钱都没有 你赚在口袋里的钱好 对不对 你赚在口袋里的现金最好 对 这是最好不过的 因为那你摆明就可以花的啊 你这价值就可以拿来用嘛 而且你都赚在口袋多好 来 宝瑞21块钱 心情24% 还有精锐 其实是超过一根涨停啦 但是我们又去尾数 算一根就好 全部都是一个礼拜以内哦 全部都一个礼拜以内哦 所以呢你还没有跟上来 来 下个礼拜这一档 好 你打来我就带你 那重点是你先赚再说 先赚再说 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有进有出 揉揉可赚 更重要是低价股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那还没有跟上记得哦 低价股这个让你是 几乎可以很轻松跟上的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如果错过了前面的 那下礼拜这一档 不必要把握 好 所以当然就是 先把你该做的事做好了 那你该做什么事呢 你当然就先打电话进来 你打电话进来之后 有没有下礼拜我就带你 直接进场 低价股先讲好 低价的股票 每个人都可以买的 所以还没有跟上 不必把握 现在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胜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非凡抢先报 再次负投资人应独立则